哇,那是披萨 欢迎回来,赶安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不需要饼皮的健康低卡披萨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有没有很好奇我用了什么来取代呢 记得要看下去就知道了 这个健康披萨做法简单 大家记得要收藏好食谱了 晚上夜宵嘴馋的时候就可以坐来吃了 好好吃哦 材料有菠菜、洋葱、鸡蛋、番茄、芝士 菠菜洗净备用 番茄切小块 番茄切的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喜欢吃到番茄的朋友可以切大块些 洋葱去皮切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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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鸡蛋打入碗内打散 下手磨胡椒、牛汁和一茶匙盐调味 下手磨胡椒手 炒香洋葱和番茄 下一汤匙番茄酱,撒上罗勒 把番茄和洋葱炒香香 倒入蛋液 撒上菠菜 撒处 放入蛋液 盖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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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上满满的芝士 盖上锅盖,小火焖煮至芝士融化就可以了 啊,好像看了就很有食欲哦 所以撒上更多的罗勒 可以开吃了 看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披萨的饼皮,我是用什么来取代了吧 是的,就是用鸡蛋来取代了 这个披萨食谱有鸡蛋就可以轻易完成,任何时候都很适合做来吃啊 早午晚餐,下午茶,甚至夜宵 奶酪是一种非常适合作为健身食物的选择,奶酪富含优质蛋白质,是增肌的理想食物之一 同时,奶酪也含有丰富的钙和其他营养物质,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和营养平衡 喜欢烹饭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,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,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,晚上八点半,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,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对了,如果您在寻找早餐食谱,欢迎到我的 早餐系列看看吧,哪里目前有108个早餐食谱 而且还会不断增加新食谱哦 我喜欢简单食谱,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,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,对吗?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,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